其实我们这些道军也羡慕你们 金宁说道 对 我做梦都想合道成功 成为主宰啊 九辰也说道 每一个修行阶段都有不同的风景 生死道军 那就是无比精彩 无比激烈的一段岁月啊 你们两个小家伙 好好努力吧 如果能突破成为主宰 或许将来我们还有相见之日 还有相见之日 金宁疑惑 这次送你们去魔像石壁 之后我就要离开了 继续漂泊 漂泊看看新的风景 对我而言才是最有意思的 我至少很长一段时间 不会来言龙介语了 你们若是不成主宰 的确不太可能再相见 嗯 金宁九辰都点头 对生命无比悠久的蓝浩主宰而言 十万八千混沌剂 的确很短暂 蓝浩主宰驾驭着非洲 一次次撕裂时空前进 金宁却躲进自己的动天内 开始修炼起来 毕竟抵达魔像石壁需要九年的时间 足以实力再提升一大劫了 动天内 开 金宁站在山顶 看着下方的荒原大地摇摇一指 轰的一声 只见下方的荒原大地被无形的力量 给压出了一个巨大的凹坑 凹坑足有近三百丈宽高 跟着金宁伸出了右手 右手掌心出现了一个小巧的黑皮葫芦 黑皮葫芦的塞子拔下了 顿时葫芦口飞出一道深蓝色的水流 水流飞出后 越加粗大 足足数丈粗细 仿佛一条小龙飞入那凹坑之中 哇 九曲寒随不断地飞出 很快将凹坑填满了小半 这是纪宁这次得到的所有九曲寒随 孩子们 去吧 纪宁笑着道 背后的六兵北红剑顿时出窍飞出 每一柄剑身上都出现了一个孩童 九曲寒随 是九曲寒随 这么多 可以尽情吃个饱了 六兵北红剑都兴奋得很 每柄金色长剑都变成了足有三百丈长 仿佛一座座剑山一般 直接插在了那凹坑之中 跟着 他们就开始吞噬起了这九曲寒随 纪宁则是一挥手 旁边出现了时光木屋 进入木屋内 纪宁开始修炼起了护体神通 剑道之身 有了足够的真才 可修炼起来依旧很是缓慢 因为这等修炼之法对神体负担很大 必须要缓慢 要逐渐的渗透修炼 修炼护体神通 不需要动用太多的心神 所以大多时候 都是在参悟终极剑道和新剑术一起 过了近三个月 纪宁感应到自己的本命神兵 已经蜕变完毕 便走出了时光木 北红剑 纪宁看着那插着巨大凹坑中的六柄北红剑 如今的北红剑模样也发生了变化 它原本是耀眼的纯粹金色 如今却是变成了蓝金色 同时剑身表面很润 光泽内敛 仿佛一翁清拳 出 纪宁心一动 六柄北红剑迅速飞了过来 同时迅速缩小 缩小成正常大小 其中有五柄剑进阶入窍内 还有一柄落在了纪宁手中 看看吸收九血寒碎的北红剑 有什么变化 说着 纪宁便立即施展开来 剑光顿时亮起 周围一片虚空都变成了剑的世界 剑道气息弥漫笼罩周围 终继剑道第五室便施展了数遍 嗯 北红剑如今刚柔并济 对我的防御剑术 阴阳士 维新式帮助都很大 和吸收金色流沙钱相比 威力估摸着增幅了有五倍之多 纪宁露出了喜子 阴阳士 可施展阴阳坚毅领域 也可六柄剑同时施展 是群体性防御 维新式则是单体防御 如果再和九圣交手 正面的硬碰硬 我的防御剑招也能轻易卸取力量 不至于被轰飞了 吉宁露出喜子 在生死危难时 防御剑招其实比攻击更重要 因为攻击决定他人生死 防御却决定了自己的生死 很快抵达魔像石壁 到时候吸收了足够的尘火黑石 我这被红剑威力还能再提升一些 吉宁现在是愈加期待了 本命神兵的成长 和吞食吸收的宝物有关 逆天道军们 大多用的都是本命神兵 可他们绝大多数 是提供不了大量宝物的 像吉宁 不管是海量的金色沙粒 还是大量的九曲寒髓 都不是正常逆天道军 能够得到的 不过 永恒帝君们活得久 主宰们实力够强 他们培养出的本命神兵 一般都很强 像小孟道军的那一兵血刃 其实原本就是一件 成长到极限的本命神兵 论潜质 完全有机会成为宇宙之宝的 可惜啊 这内涵的道 还是欠缺了一些 未能成为宇宙之宝 蓝浩主宰驾驭着非洲 早就离开了炎龙剑狱的区域 进入了无尽黑暗中 无尽黑暗 没有星辰 没有光亮 什么都没有 纯粹的黑暗 让永恒帝君们都生出绝望的黑暗 实际上 无尽黑暗中 偶尔还是有些外物的 像九尘叫的灵动道群 就是在黑暗边缘修行时 忽然看到六饼大锤 从黑暗中漂泊了过来 他才有机缘得到这六饼大锤 所以 黑暗中偶尔会有些外物 到了 蓝浩主宰终于下了非洲 的确是耗费过了九年的时间 你们两个出来吧 蓝浩主宰看向旁边的两座洞天法宝 纪宁和九尘都躲在洞天之内 呼 无形的空间撞击 撞击在两大洞天法宝上 洞天震撼 纪宁九尘很快都出来了 哎呦 你们俩还真是抓紧一切时间 九年时间都这么拼命修炼呢 之前在赤坡殿有了诸多收获 当然得抓紧时间修炼了 纪宁说道 随即他看向纪宁 卑明 你这次和主宰帝君们换了这么多宝贝 实力恐怕也是增加了不少吧 嗯 还行吧 护体神通 如今才修行到永恒法宝中品层次 主要是 这等逆天神通对神体负担太大 必须得缓慢 如果暴力的乱来 会造成神体的完全崩解 那可是魂魄真灵层次的崩解 所以即便有足够的真材 纪宁也是慢慢的修炼 这里离阎龙界狱不是太远 蓝豪主宰道 你们俩应该能够感应到阎龙界狱吧 嗯 能感应到 纪宁和九尘都点头 纪宁清晰的感应到第二元神和法身的位置 北冥小友 你的剑术也能超越时空 所以我带你来到魔象石壁 至于返程的路的话 你就自己慢慢的赶回去吧 以你的能耐千年时间就足以回到阎龙界狱了 啊 这是小事 纪宁点头 千年时间对逆天道君而言的确很短暂 他也不会因为这点小事 硬是让蓝豪主宰在旁边等待 然后再送他们回去 也不好意思啊 非洲突兀的消失了 纪宁九尘蓝豪主宰都出现在了黑暗虚空中 真是一片黑暗啊 纪宁他们看向四周 绝对的黑暗 没有一丝光亮 靠着神念感应才能查看四周 的确是一点杂物都没有 前辈 以我超越时空的手段 在无尽黑暗中不断漂泊 十万混沌计能够抵达最近的一座疆域吗 离炎龙疆域最近的一座疆域名叫多灿界域 你超越时空虽然不错 不过也需要大概一百万混沌计左右才能抵达 纪宁九尘彼此相识 算了 生死盗军一辈子用来赶路 也赶不到多残界域啊 我们还是去魔像石壁吧 九尘说道 嗯 魔像石壁就在前面不远 跟我来 蓝豪主宰散发着一股波动 笼罩了纪宁和九尘 随其裹挟着他们俩迅速飞了过去 哇 蓝豪主宰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 快得让禁宁九尘都心颤 他们算是真正明白主宰的可怕了 单论这样的速度 厮杀起来 自己这逆天道军连反应都来不及的 很快便飞过了数百亿的距离 看到了吗 那就是魔像石壁 蓝豪主宰指着前方说道 既您看着前方 在前方黑暗中有着一座庞然大物 作为物体自然散发着极为微弱的光线 这微弱的光线 既您九尘这等逆天道群 就已经足以看得清清楚楚了 眼前 是一座约有百万里长的庞然大物 仿佛一头大象 只是额头的位置有着一根极为锋利的独角 它同体是黑色 或者说是极深的深红色 乍一看 宛如魔像一般 不过你靠近了看 就会发现 它整个身体其实很薄很薄的 哦 既您九尘连忙靠近过去 这足有百万里长的庞然大物 厚度却仅仅只有千里 且非常的平整 感觉就像一块雕刻石壁一般 九尘忍不住说道 对 就像一块魔像的雕刻石壁 兰昊主宰说道 所以我给它起名为魔像石壁 整个石壁漂浮在无尽黑暗中 已经很久了 不过整个石壁的材质都是尘火黑石 我当初看到了也是大喜 欲要收走 可整个魔像石壁太过庞大 有着无形的力量根本无法强行带走 你的本命神兵不是能吸收尘火黑石吗 这么一块超大的尘火黑石石壁在面前 尽情的吞噬吧 哦对了 之前说好的冷艳顶花果也给我吧 既您看着眼前庞大的魔像石壁 说道 前辈 我先看看能不能吸收 去 既您背后的北红剑立即有一柄飞出 刺向了魔像石壁 噓 北红剑没在魔像石壁上留下一点伤痕 不过他也悬浮着 剑尖完全触碰着魔像石壁 渐渐的 肉眼可以看到剑尖所碰的位置 开始出现了一个小小的凹坑 凹坑在逐渐的变大 主人 是尘火黑石 能吸收的 北红剑剑身上坐着一个孩童 兴奋的喊道 既您也不由露出笑容 转头看向一旁的蓝号主宰说道 谢前辈了 这是一百颗冷艳顶花果 既您递出一个玉瓶 玉瓶内存放着那一百颗果子 蓝号主宰结果神年一扫便收了起来 好 你在这慢慢吸收这些尘火黑石吧 我就先走了 蓝号主宰目光落在那柄 已经插在魔像石壁内的北红剑 北红剑周围的尘火黑石不断减少 如此庞大的尘火黑石 就连我也没办法强行带走 你确实能吞噬 不过本命神兵提升起来 终究是太难了 就算吸收大量的真材 材质达到极限 可要成为宇宙之宝 还需要内涵的本源 也达到极高极高的境界 我也曾经培育过本命神兵 可是也是培育不出这宇宙之宝来啊 纪宁听了点头 要成宇宙之宝 哪是这么容易的事啊 对我等而言 还不如去寻找无主的宇宙之宝 还是会有宇宙之宝愿意认主的 那是因为前辈是主宰 宇宙之宝臣服于主宰很是正常 可我们这些道君 除非真了走了大运 否则不可能让宇宙之宝认主的 向他九尘 堂堂古修行者也是擅长棍法 之前得到了古修行者先祖的传承 可那件同样是常棍的宇宙之宝 也没有跟随他 宇宙之宝拥有无尽永恒之生命 而道君们的寿命大限 却是十万八千混沌计 蓝昊主宰感叹道 即便跟随了一名道君 带着道君河道失败不一样要生死离别 所以宇宙之宝 除非某个道君真的有非常吸引他的原因 否则一般都会选择永恒帝君的 嗯 既您九尘都点头 生离死别的确很痛苦 像本命神兵和主人就仿佛亲人一般 宇宙之宝和主人之间同样联系很强烈 宛如至亲 所有即便原主人死了很久很久 宇宙之宝也会思念老主人 甚至选择新的修行者跟随时 也会找和老主人性格类似 风格类似 连道都类似似的 好了 你们两个小家伙好好修炼 希望在很久以后还能有机会再见到你们 哈哈 蓝昊主宰哈哈笑着 随即一挥手 旁边出现了那非洲 他迈步便进入非洲 跟着就撕裂时空 直接消失离去了 既宁九尘看着蓝昊主宰离去 心情也是有些复杂 他们也明白 恐怕将来能看到蓝昊主宰的可能很低很低了 主宰 我一定要核道成功 成就主宰 九尘咬牙低吼道 核道成功 纪宁的眼中也有着渴望 九尘 纪宁都对核道没有一点信心 融合最强之道 一旦核道成功 就是主宰 不过太难了 纪宁的是终极剑道 还要难得多 虽然没有信心 可他们俩都渴望着 这是每一个修行者都渴望追求的 当然 在纪宁的心中 排在第一位的是复活妻子余威 第二位则是修行上的追求核道成功 纪宁站在黑暗虚空中摇摇一指 背后其他无兵被红剑也接连飞出 飞向了那巨大的魔像石壁 和原来就插在那的一兵被红剑 形成了一个大概千里范围的圆形 纪宁笑着喊道 孩儿们 沿着圆球形吞噬 先挖出一千里方圆的陈火黑石 是 主人 主人真生命 要挖陈火黑石吗 交给我们吧 六兵被红剑上面 显现的孩童 发出了兴奋的喊声 一旁和纪宁 并肩站在黑暗虚空中的九尘教主 恶然道 北明 你的意思是 北红剑既然能吞噬陈火黑石 那么就将这魔像石壁进阶多挖出些来 偌大的魔像石壁 便是主宰都没法强行带走 可若是分解成一小块一小块 或许就能带走 也算是一大收获了 嗯 对啊 这么多陈火黑石 哎呀 这可真发达了 懒号主宰恐怕没想到 你会靠北红剑来分解魔像石壁 如果知道 肯定不会就这么走掉了 没那么夸张 陈火黑石的用途并不大 在道门的卖价是挺高 可那是因为数量极其稀少 加起来也就千丈高山大小 可这里却是有百万里长的魔像石壁 如果我能全部带走如此大的陈火黑石 卖给谁啊 卖得少 能维持高价 可没意义 卖得多 会让陈火黑石整体价格锐减 加上陈火黑石本身用途不大 自然高不上去 否则的话 如果真的是重宝 蓝号主宰恐怕不惜代价 也会请其他大能帮忙 将这魔像石壁给带走了 对主宰而言不算什么 对我们也算大收获 纪宁笑道 六兵北红剑不断吞噬着陈火黑石 沿着球面状 欲要将魔像石壁先挖出一块来 须知 六兵北红剑要吸收大概在十万站高山大小 吸收的量是很惊人的 而现在要挖出一个一千里方圆的 半球状的陈火黑石 实际上吞噬的仅仅是球面那一层薄皮 量是极为少的 仅仅过去了半个时辰 主人 主人 挖不动了 里面没法挖了 六兵北红剑在旁边悬浮着 一个个都朝纪宁喊道 啊 没法挖了 怎么会没法挖啊 那里面不是陈火黑石吗 对 不是陈火黑石 是另一种真材 没法吞噬 六个孩童 进阶应道 纪宁和九尘相视一眼 都意识到 这魔像石壁 恐怕和他们预料的不太一样 须知 这魔像石壁是百万里长 可厚度仅仅千里 很薄且很平 本以为是石心的 完全由陈火黑石构成 可现在里面 却不是陈火黑石 这块陈火黑石给剥离 纪宁吩咐道 是 好 六个孩童应道 六兵北红剑彼此配合 他们吞噬的路线 开始逐渐的接近靠拢 仅仅片刻 孩童们就高声喊道 已经挖开了 主人 可以剥开了 哦 纪宁心一动 操纵着六兵北红剑 略微一使力 喷的一声 那千里圆形的一大块陈火黑石 忽然整个都脱落了 从魔像石壁上 脱落了下来 这一块被挖出的陈火黑石 呈圆形 千里长 厚度则是仅仅两百米 收 纪宁走过去 抓住这千里范围的陈火黑石 尝试收去 立即就感应到陈火黑石的沉重 他立即竭力尝试 哼 千里大的陈火黑石 整个被纪宁收进了冬天了 哈 陈火黑石 那是天地真才 以我的实力 能收取的也就千里大了 纪宁笑了 这就是强者的一种先知先觉 他选择让北红剑挖出千里大 就是因为感觉到这样 才最适合他 至于百万里的整个魔像石壁 长宁都是自己这块千倍左右 厚度还厚得多 体积相差百万倍都不止 里面还有其他的材质 便是主宰都没法强行收走 北冰 快来看呐 九尘已经飞过去查看 脸上高呼道 纪宁也飞了过去 同时他也看得清清楚楚 那千里大的陈火黑石被抛离后 露出里面银白色的材质 上面还有着无数的纹路 这些复杂的纹路 以你是一个庞大文字的一部分 这种文字 感觉和青花印记 换成文字 还有赤波垫那三个字 风格都一样 纪宁瞳孔一说 北冰 这魔像石壁内定有大秘密 拨开尘火黑石 露出的银白色材质 也是一种未知的真材 它完全封闭 没有任何的缝隙 表面的无数纹路 让纪宁他们都情不自尽心计 没有任何的缝隙 纪宁眉头一皱 心一动 咻 一道剑形雾气划过 施展出终极剑道之低血 刺在那银白色的材质上 吃的一声 纪宁这一剑蕴含的汹牛威能 让百万里大的魔像石壁 都震颤了一下 却没有让这银白色材质上 出现一点的伤痕 跟着 北红剑又接连攻击 银白色材质其他区域 进阶失败 无法攻破 北红剑也没法吸收啊 纪宁摇头 魔像石壁最外围是尘火黑石 内层是银白材质 难道完全是石心 这魔像石壁到底是干什么的呢 纪尘也疑惑 不管它 那就继续挖 我倒要看看 是不是整个魔像石壁内部的银白色材质 都没有丝毫缝隙 就算发现不了什么大秘密 至少这次的尘火黑石 也算是大收获了 纪宁的心态 很是平和 使之我命 得之我信 毕竟 在外冒险到未知秘密 心态失衡是很危险的 很可能导致丧命 黑暗的虚空中 纪宁和九尘摇摇看着 而六柄北红剑都在不断吞噬着魔像石壁的尘火黑石外层 就仿佛切割剂一样 切割出一块又一块千里范围大的尘火黑石 每次吸收的 仅仅都是表层薄薄的一层 只有吞噬的尽量少 才有希望将整个尘火黑石外壁都完全切割下来 一天天过去 每一层挖出的千里方圆的尘火黑石块都被寄宁收起 偌大的魔像石壁表层在不断的脱落 露出了里面越来越大的银白色的材质部分 且随着时间流逝 背红剑的吞噬速度也是越来越快 转眼就过去了两个月 魔像石壁已经露出了小半的区域 伴随着又一块尘火黑石的脱离 快看 有通道 九尘指着连声惊呼道 通道 静宁的目光瞬间落在那一片银白壁上 偌大的银白壁之前没有一点的缝隙 可眼前却有着一条宽有近十丈 高有近二十丈的通道入口 黑油油的入口隐隐还有着弯曲 静宁和九尘根本看不清里面有什么 竟然有通道 静宁立即查看那一块刚被挖出的尘火黑石的反面 那尘火黑石内竟然也有一条通道 通道的尽头是一扇门 只是从外面看 看不到丝毫的缝隙 看来这就是进出通道了 卑明 怎么办 进去吗 九尘问道 啥子都看得出来 这魔像石壁乃是特意被建造出来的 否则哪会有如此平整的通道呢 可这魔像石壁单单最外层的尘火黑石就多到这一程度 连主宰都拿不出如此多的 他们俩都猜出 这里面的秘密一定很可怕 这么大的手笔 这魔像石壁的创造者恐怕非一般的主宰所能比啊 静宁专门道 先别急 通道在这儿 也不会跑掉 而且这里是无尽黑暗中 相信也不会那么瞧有谁突然来到这儿 待到我将整个魔像石壁的尘火黑石全部拨了下来 再做决定 嗯 被红剑吞噬的速度是越来越快的 所以仅仅又过去一个月 整个魔像石壁的最外层尘火黑石层 就全部被分割成千里大小的一块块 进阶被拨开了 啊 都拨开了 姬宁也露出了喜色 孩子们 吸收的如何了 远处六兵北红剑 正朝静宁飞来 上面坐着六个孩童 嗯 都吃饱了 主人还差一点点 再吃些就足够了 北红剑如今的模样已经大变 乍一看接近黑色 只是表面有着隐隐的蓝光和金光 嗯 先吃饱 吃饱了 就随你们主人我进去瞧瞧 静宁饶有兴趣的看着那完全被剥皮的魔像石壁 如今的魔像石壁完全成银白色 上面还有着无数文路组成的一个文字 这个文字既宁他们虽然没见过 却也明白虎学二字 魔像石壁仅仅只有一个通道入口 那通道门的隐蔽连蓝号主宰他都没发现 还是静宁拨开尘火黑石层才最终发现的 六兵被红剑都刺在最后一块尘火黑石上疯狂的吞噬着 仅仅半天后便完全达到他们的极限了 主人 吃饱了 吃不下了 嗯 没法再吃了 六兵被红剑却很慌快的都飞回了静宁身边 纪宁抓着一兵被红剑仔细的看着 如今的被红剑明显沉重了些 连剑脊都厚了许多 剑刃依旧锋利 试试看 纪宁立即演练起了终极剑道武士 旁边的九尘也羡慕的看着 他也有本命神兵 不过显然培养的没有纪宁的好 随着纪宁双手同时握剑一剑劈出 黑暗空间瞬间破碎 时间都破碎 纪宁周围的时空已经没有了意义 这可怕的一剑带着浓浓的雾气 锁过之处 碾压一切 破坏一切 几乎瞬间周围百亿里空间 进阶湮灭 连时空都完全破碎 一击之围如此之可怕 即便上万名盗军也得殉命 这 好可怕呀 这一剑恐怕九胜靠宇宙之宝也不过如此吧 好啊 纪宁握着手中的剑露出了喜色 这一式是纪宁所有剑术中最凶猛的天崩式 须之 之前北红剑仅仅对滴血式的增幅最大的时候 那时候滴血式的威力也不及天崩式 滴血式擅长的是速度和穿透 天崩式才是真正以威名大出名的 纪宁当初就是靠天崩式连续的抽打 活活抽死了丑王 而现在 以新剑术配合的终极剑道指天崩 特别如今的北红剑在吸收了尘火黑石 对天崩式的增幅也媲美滴血侍候 这一剑丹丹路威能 已经达到八大圣城之主的级数了 这是纪宁最凶猛最霸道的一剑 这种碾压的感觉真是痛快 纪宁也感到了舒坦 甭管敌人多精妙的招数 我直接霸道的碾压过去 之前九剩就是这般碾压 打得其他道军个个低头 连纪宁也被九剩轰击得不敢硬碰饮 贝明 你这本命神兵 吞噬了这么多尘火黑石 劲不够大呀 北红剑帮助颇大 不过新剑术的帮助也不小 新剑术 新剑帝君所创的纳门剑术 对呀 你竟然炼成了新剑术 我还不知道呢 难道那剑形雾气就是因为新剑术 我早就听说过 可我还从来没见过说施展新剑术的 九尘教主顿时好奇了 新剑术的名气很大 可真正修炼有成的数量实在是太少太少了 纪宁至今也没见过其他逆天道军施展出新剑术 难怪北明你这么厉害 我也得努力了 不然被你拉得太远了 九尘现在也是充满了斗志 静宁走过去 伸手抓住那最后一块残车的尘火黑石 直接收进了冻天法宝之内说道 走吧 我们进魔像石壁内 看看里面到底有些什么 嗯 对 咱们进去 九尘也看向远处的通道入口 双眼炽热 定是有大秘密啊 说不定就有宇宙之宝呢 到时候任我为主 到时候我防御有水星不死身 攻击有宇宙之宝 北明 我到时候说不定比你还厉害呢 希望有宇宙之宝 我也弄一剑 吉宁也在一旁附和着 两人说说笑笑 便飞向了银白色魔像石壁的通道入口 入口出 二人表情也渐渐的严肃起来 吉宁显现出三头六臂 手持六兵北红剑 九尘教主也手持一杆长棍 小心翼翼 我来探路 九尘说道 嗯 吉宁点头 九尘他有水星不死身 防御保命能力甚是了得 这点可比自己要强得多了 二人一前一后飞入了通道内 银白色的通道内壁上 还有着诡异的纹路 九尘看了眼说道 这应该是阵法禁止 这魔像石壁内有着无形的力量笼罩 吉宁也郑重说道 我感觉得到这种无所不在的压制 神念都受到影响没法施展 嗯 九尘也是愈加警惕起来 二人都极度的小心 处于随时爆发状态 这条通道走了大概三里远后 竟然有两条岔口 沿着这条走吧 好 不管走哪一条 我们不能分开 别被逐个击破了 吉宁的表情也是愈加郑重 因为通道内壁上看到的那些符文 让吉宁明白 这符文代表的阵法禁止 绝对很可怕 快看 近近片刻 在前面走的九尘便惊呼出来 指着前方 吉宁也连冲上去 立即也看到远处拐角处 有着可怕的气息 那里的银白色内壁 似乎也出现了巨大的伤口 这 怎么回事 吉宁和九尘很快靠近 便看清了一切 哇 九尘瞪眼了 这 怎么可能 这通道内部都是银白色材质 这种材质 我全力一击都无法留下一点伤痕 怎么可能被完全撕裂了 吉宁看着前方 前方的通道内壁上 有着猙獰的一道道伤口 一共五道伤口 将通道内壁上的纹路完全破坏 每一道伤口都哗啦出百丈远 足有十余丈深 彻彻底底破坏着通道内壁上的纹路 如此多纹路破坏 这阵法禁止显然也被破坏了 甚至地面上还有些银白色材质的残骸 看着五道伤口 应该是用手撕裂的 九尘则是难以置信 手撕裂 我再试试看 难道这里的银白色材质便脆弱了不成 说着 吉宁隔绝周围摆帐处一切震动气息 跟着收起其他五柄北红剑 六只手同时握着一柄 施展出终极剑道质天崩 直接轰击向地面上的一块 巴掌大的银白色材质残骸 凶猛无尽的冲击力 伴随着这一剑 披在那银白色残质的残骸上 那残骸在通道地面上 被披的阵颤反弹起来 撞击在一旁的内壁上 收 锦仁一伸手就抓住这块残骸 一点新的伤痕都没有 吉宁看着这块光滑的残骸 残骸只有边缘有着伤口 那是撕裂伤口 是当初那位未知大能 撕裂通道内壁留下的 八大圣城之主 或许比我强一些 但是也不至于有质的差距啊 吉宁仔细光看着这块残骸说道 看来撕裂通道内壁的 最起码也是主宰这一层次 嗯 九尘也赞同 主宰们 实力比吉宁高得太多了 不管是永恒神力 还是道的层次 甚至主宰们一般都是拥有宇宙之宝的 这通道内壁的阵法禁止被破坏掉 走 继续瞧瞧 这些残骸不能浪费 说不定还有用呢 九尘则是一挥手 收起地面上的那些少许银白色的材质残骸 沿着通道继续往前走 吉宁他们看到了一座电厅 电厅有着奇异的祭坛 可祭坛上也出现了可怕的爪痕将整个祭坛都撕裂开了 也看到一颗通体火红色的圆柱 圆柱上也有着密密麻麻的密纹 显然也是神秘强大的阵法 可圆柱同样被抓裂出了伤口 明显有过战斗 一位未知的大能一路破坏 诸多阵法禁止 紧接被毁掉了 魔像石壁的拥有者根本抵抗不住 可怎么一具尸体都没看到呢 看前面 沿着一条岔道 纪宁指着前面说道 因为前面是一片虚空 走到头了 九尘纪宁很快都走到通道的尽头 看着前方的虚空 广袤的虚空有着淡蓝色的雾气 雾气笼罩着周围千亿里的范围 这片虚空有千亿里大小 虚空中央有着一颗璀璨的星辰 星辰有着数十亿里的直径 九尘 你想到了什么 你也想到了 嗯 这种风格应该就是西斯族的风格了 当初 那座人形生物体内有着无数岩石通道 也有着虚空星辰 纪宁在其中一颗星辰上 收了自己的三弟子风霄 那座人形生物就是西斯族的 并且当场击杀一位主宰 让另外一位主宰 古修行者先祖重伤 而后也死去了 这魔像石壁能将尘火黑石 以及那未知的银白色材质都利用起来建造 这等手段 的确西斯族能做到 嗯 西斯族在许多方面都远超修行者的 西斯族虽然灭亡 可他的确很强大 不强大 如何能够和至尊率领的整个修行文明一战呢 烽火遍布处处 连炎龙戒狱当初的主宰都死光了 可见战斗的惨烈 这魔像石壁漂泊在无尽黑暗中 我猜应该是当初那场战争一路下的 这魔像石壁应该没多少危险了 处处笼罩的无形力量 给我的感觉比那人形生物还要可怕 虽然应该没什么危险 可如果参与少许危能的话 都可能击杀我俩的 是啊 哎 管他呢 拼一把 说不定还会有大宝藏呢 走 过去 吉宁率先飞向那一刻星辰 西斯族遗留宝物也代表着宝藏 像当初遗留下的仅仅一座赤坡殿 就比阎龙界狱的三大主宰身家加起来都高得多了 这魔像石壁内 说不定就有媲美赤坡殿的 吉宁岂能不拼呢 这星辰内 说不定还拥有生命了 九尘和吉宁并肩飞着 上次我们进入你徒弟风霄的家乡 就是早早被那些土著们给发现 我看我们是不是该隐藏气息呢 嗯 隐藏些实力 伪装成二部道军吧 好 变 变 九尘纪念二人气息立即变化 他们施展的乃是生命法门 这是他们知晓伪装最厉害的法门 连魂魄真灵的气息都能随之改变 就给大家看看 今天就给大家台湾了 好